5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今天晚上截止 成熟市镇石龙岗的五房市组屋需求最强劲 出现13人抢一个单位的情况 而登加新镇的五房市单位申购率则是1.7 专家指不少年轻家庭都想购买空间更大的单位 所有四个预购组屋项目的三房市及以上的房型 首次购物者申购率中位数是2.2 记者图建墙报道 截止下午5点石龙岗组屋的申购率最高 每间四房市单位吸引9份申请 五房市单位的首次购物家庭申购率则是13 专家指这些五房单位价格虽然接近60万元 但还是很受欢迎 因为成熟市镇很少有五房单位供应 加上疫情改变了住家需求 在后疫情之后 很多家庭还是在这些混合式的这个居家办公 跟的这个模式工作 所以他们可能更需要更大的空间 来平衡居住跟工作的需求 可能五房市的这个单位 可以提供他们更灵活的这个空间 位于黄金地段加冷黄埔的三房市单位 首次家庭申购率低于一 房地产专家表示 这在预料之内 我在这边我必须住满十年 我才能卖掉这个租搬去别的地方 那如果在这十年内 我如果的家庭的结构有变化的话 那我不能搬迁嘛 所以我就会想说 我去申请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而在非成熟市镇登加新镇 这次推出位于英华小学 一公里范围内的预购组屋项目 三房及更大单位的申购率都少过二 市场人士指 预购组屋的供应和需求 都达到了平稳状态